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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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我觉得要一直直播才可以 我觉得一直直播 有人会相信 有人也会支持 然后会去再直播买 BetaHanami 我们先直播慢慢讲 BetaHanami 我不懂你们 你们有没有看到 开始直播先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就讲 我们讲全部 一次过讲完 一个产品 如果真的是很有效果 或者是它的作用很大 正常来讲 应该会变成国际品牌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品牌 或者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 我不懂大家认同这个问题没有 可是我最近看到网上 很多人很喜欢去买 或者很多主播很喜欢去卖 那种产品是没有品牌的 或者是有品牌 可是没有知名度的 可是很多人会去卖这种的产品 OK 或者我不懂你们当中这里 有没有人很喜欢去买 不知名的品牌 或者是没有认证的品牌 我发现现在的互联网 越来越多这种产品出现 我不懂你们是不是其中一个 是这样子的 那我是看到 有些讲到太夸张 或者是有些 有些 我不懂是不是因为有一支直播 所以说人家就会相信你 人家就会去买 可能你一直重复讲 人家觉得是不是真的 我看到很多人买 那我也跟着买 是不是用了过后 反正那价钱也不高 又有free很多东西 这样子你们会不会就去 人家下班也跟着下班 然后下班了 回来自己试 我不懂啦 我不懂你们当中 你们有人买的话 也可以跟我下一下 你们跟着买了 试了 有效果了 你可以留言一下 或者你试了 不是那种 那种 那种效果 不是想到那么夸张的效果 然后反正你觉得 可以我送很多东西 反正你几十块 百出块 当着被骗 没有事情 我不懂你们是不是 这样子的想法 只要在车上放个广告 就相信这个品牌好了 像金尼卫讲的这个问题也是好 可是大家要先明白一个东西 它是下广告 它是下广告 下广告只要有钱 只要肯烧钱 因为那个钱是烧的 就或者丢进大海了 因为你丢去广告 有没有效果是一个 我说的是 因为这些广告 会带来很多的 不同话讲 可是这个钱 是肯定烧到去了 只要有钱都可以烧 只要有钱都可以烧 或者请什么代言人 或者去车 就是去下赛道 放下广告 这样子 或者去赞助一下 分社 这样子就会 就证明这个品牌是好的 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子想 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一个 生意模式 就是 你曝光率 曝光率 然后你觉得 它一直出现 在什么 各大的赛事 各大的商场 就觉得这个品牌 或者是很出名的明星代言 这样子你们会觉得 这个产品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能占博在一起讲 一个是广告 可是产品好不好 还是要你自己 试了过后 或者是 真的是有去认真 去LAPDAS 这些东西 完全是 没拉缸 完全是 完全是没拉缸 OK 广告是广告 产品是产品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东西 OK 完全不一样东西 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开这个直播 你来赞助我们 我帮你放广告大大 马路上复光率 够够率 像 Prin sticker 然后粘在车上 或者你偏偏看到那些 什么LALA HOOF GRAP 就是会粘很多那些 很多那些 整辆车粘了那些 那些产品 可以去博摸 什么咖啡 什么一大堆 很多人很喜欢这样子 很喜欢这样子 这样子是 这样子去 去打广告 你觉得那个产品好啊 你看到路边 那车在帮他带眼 帮他粘 sticker 你觉得那产品好吗 你们给我留言一下 Color Punya Facebook SudaDataMontification 这样子证明你没有 帮我开小铃铛 记得帮我开小铃铛 这个是我新Page 我的旧Page 已经被爆掉了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OK 然后 先 各位帮忙 点一点爱心 点一点爱心 然后帮我 开个小铃铛 这样子 你看到我的 我的video啊 还是我的那里live OK 有时候讲真的 我是真的有点懒惰开直播 是因为 我之前的 几万粉丝的那个Face 不介绍我 我开直播有点累 OK 真的有点累 所以说 可是我又看到 现在市场上面有很多 产品 我不只是说气氛产品 包括 包括我们讲美容就好了 美容 我不懂你们这里有没有 美容的东西 是用在你上面 或者吃在肚子里面 你们会去在网上买 然后听主播讲有多好有多好 可是是不知名品牌 OK 其实美容虽然我是一窍不同 OK 可是老板娘她喜欢护肤这些东西 其实美容产品还有一个是叫技术 技术 技术你们可以去online查一下 或者是你 技术等你毒品 OK 有些产品 用在脸上面的 你用了过后可能会有效果 OK 可能啦 效果而且会很快 或者是 很有效果样子 可是你一步用了过后 你就知道了 OK 比你没用之前还够力 OK 比你没用之前还够力 这就是技术 然后很多其实护肤品 OK 很多都是需要lap test 然后经过国际认证 然后才可以推去市场 如果一个产品 它跟你讲的很够力 用了过后就很有效果 可是是你有什么lap test 就靠了主播再讲 然后你们就兴趣来用 OK 护肤品是一个蛮严重的东西 如果你用到那种技术超标的 就是它的毒 算是毒品 有技术啦 有技术啦 它的毒品 算是毒品样子 毒品你就要一直用啦 OK 毒品一直细啊 OK 其实这个计划应该也不可以讲了 一讲罢了 就会陷流了 我觉得 OK 曝光率够大 垃圾都变黄金 尤其是投资市场 投资市场也是一个啦 就是很多就会 讲到自己多厉害多厉害 然后 到最后 情络是诈骗 那都是在投资那边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网上东西 你还是要靠自己去判断 OK 不要听人家讲 人家买你就跟着买 OK 人家买你就跟着买 然后 然后 护肤品这些东西 很多人真的不懂 OK 很多人真的不懂 然后最近也很多 很多直播台都是在卖这些东西 在卖 也不懂是不是有技术成分 OK 他就在卖 OK 他就在卖 所以说有些东西 也不是我 像很多人 我直播 这么直卖 我自己的产品 就是我自己购买 至少我自己购买的 全购买进来 我知道它的原产地 然后 然后 然后这间公司 然后这间公司的老板 他是投资在 产品身上 或者是他投资在 Marketing而已 OK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只要我不 不确定东西 我不敢在直播卖 OK 我只能这样子讲 OK 我只能这样子讲 唉 有时候讲的我都是眼泪 我不懂 这边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 很喜欢在直播那里买 吃都可以 吃下肚子的 我觉得这些 用在脸上面 吃得进肚子 或者是药 或者是什么 保健品 都在网上买 OK 如果 一个产品 它真的是有效 我这样子讲 我不懂大家 认不认同 一个产品是真的有效的话 它 在5年 10年 甚至20年 它怎样 差都好 它都会变成国际品牌 或者是 就是知名的大品牌 肯定的 有效果 肯定会变成 知名大品牌 可是 你在网上看 全部基本上的直播台 它卖的东西都不是品牌 不是什么大品牌 有没有认真是一回事 可是大家还是愿意相信 真的是愿意相信 然后 网上 网上有在吗 网上有在吗 我估计 我估计 接下来我要讲东西 你可能也用过 或者你们有用过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 OK 再来 我不懂你们 嗯 你们 在直播台 有没有买过 汽车的 就比如说 OK 看到吗 我这边已经脱气 看到吗 其实是看不到的 你们 可以看到吗 这边一片是特别脱气的 OK 这个 一片东西 这个 这个 我们或者是 脱气了 或者是 光油不见了 这片东西 这边一打 OK 这边 是特别不同颜色的 如果你的车的气 已经是 我们讲这种是光油 已经不见了 OK 可是有个产品 他跟你说 我这个一吐上去 polish polish 哇 那就变成 好像新的一样 好像喷气过一样 你们应该有用过这种产品 OK 你一polish 它就已经 它已经变亮面 或者是 它死气变成亮气 OK 正常来讲 如果你的气 是已经是 脱气 更加脱气 那点重 就是它的光油已经 不见了 OK 你只是涂一样东西 它涂给你看 在直播 直播没有办法造假 OK 就涂人家 真的是亮气 我的气真的是亮气 然后你就会相信 你就去买 有人家很多人买 全部跟着买 然后又送很多东西 然后又不贵 几十块到一百百出块 OK 又这样多人买 应该是可以相信 就跟着买 很多人都是会这样子 我的车也是这样子 不可能有产品 等着喷气而已 OK 可是很多人在 不是像金铭卫这样子的 理性 他就觉得 哇 我们来我直播 这样子涂一下 就亮了 那我的车已经是 死气没有光油了 都可以救得到 又不用花几千块去喷气 反正几十块 一百多块就拿来试 OK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你没有想过 你有这样子想法 我几十块一百块 我可以省几千块 差很多个零 很多倍一下 就不要理他 三七二十一就是下单买 OK 问题是你是浪费 几十块 或者是百多块 我可以跟你讲浪费 或者你们当中 已经有人买了 已经试了 你真的是用心的 去保护整辆车 哇 漂亮亮亮 可是你去洗过一次车 或者拿布在马多几下 一般是洗了车 又回复回忆前一样 跟你 跟你的 呃 呃 呃 女朋友还没有整容之前一样 OK 还没有整容之前一样 然后你会觉得 你会被骗 OK 我不懂你们当中 有没有这种人 这么 这么 现在的直播 没有定动出来 这样子是证明 你没有开小铃铛 OK 证明你是没有开小铃铛 帮我开一下小铃铛 OK 你们有用过这种银铛 有的话 帮我留言一下 然后你 你用了过后 是不是很失望 或者是真的像直播这样子讲 我用了过后 我直接 幻然一新 有没有这样子的 OK 有没有这样子的 OK 今天一会讲没有 然后我自己讲没有 OK 我自己讲没有 刚刚 我有去问过厂家 喂真的是那么神吗 OK 真的是那么神吗 其实这些产品 它只是 怎么叫 呃 人家讲那个 呃 呃 研发 就是一个掩饰罢了 OK 一个掩饰罢 然后让那些直播台去卖 他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可以 什么 啊 回贯返照 老板这样讲的 回贯返照 人死之前都会特别精神 OK 人死之前都会特别精神 回贯返照 这样子 其实这些都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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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ck 就其实是 他知道有个这样子的 可以暂时啊 或者是 可以 可以 可以涂一层上去 我就觉得 哎 亮亮了 好像 好像新的一样 其实这些 product 如果真的是那么有效的话 轮不到你买 OK 轮不到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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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会抢着做总代理啊 会去 会去把他推上 国际大品牌啊 我不懂大家认不认同啊 可是现在很多人 很喜欢 都没 OK 那些品牌名字我就不讲了 都没领用啊 其实是不可能啊 老板 你的皮已经脱了 OK 皮已经脱了 你还要想回去到 SPA色样子的皮 或者像baby那样的皮 有可能吧 不可能啊 OK 就像我这个气脱了 就脱了 你只能喷气嘛 而且喷气都要先把原装的气 全部干净 或者是把原装的气全部 冷干啊 那些全部 select啊 全部起到完先 OK 这样子你才能 再 再打擦 再喷气哦 是啊 平平哦 可是现在蠻难了 很多人喷气店 他都不会跟你把 旧气全部起到完 不会 因为太浪费工了 OK 太浪费工了 他只会帮你 一直这样 放粉 放粉 一直放粉 直接喷气了 要快嘛 牛要便宜嘛 这样子我就给你快 又便宜了 OK 所以说一分钱 羊毛出在羊身上 OK 可是很多人 在直播台 他就没有这种 理性哦 OK 就没有这种理性哦 OK Wrapping OK OK Wrapping 所以呢 我不是这场 这个专业 大概大概 以我 我知道的事情跟你讲的 Wrap 它是需要gum 所以说你要确保 这个大品牌 它是良心企业 良心企业 这个大品牌 它的gum 耐不耐 OK 这是一个 纸 你有看过那些 那些 我们这边应该 也会发生啊 太热的时候啊 那个 那个 Wrap 直接 腫到像 花罗汉 腫起来了 OK 因为那gum 连不住 或者是那paper的问题 就已经 可是现在 大家都在讲 价格 OK 我不懂 你们会不会觉得 10年前 全部人在讲 质量 接下来呢 这几年了 全部都在讲价钱 OK 如果你要便宜 还是给你便宜的 Quality 当然参加 可能有本事做 Quality东西 也有本事做 Low quality东西 可是你要价钱低 就给你Low quality OK 你就看到很多 如果有罗汉在路边 那个汽钱部 它们的Wrap全部 会总上来 OK 像花罗汉这样 所以说 可是 你对比 没有品牌的Wrap 跟对比 大品牌 OK 大品牌的Wrap 好像Expel 或者是 很多 很多Wrap 然后 价格 又差几倍 又差几倍 比如说 一辆车Wrap 一千 然后大品牌Wrap 要四千 OK 就差这个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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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怎样选 OK 你会怎样选 你会怎样选 然后 问题是 你先跟我comment先 拿单 这样 拿 拿单先 拿单先 然后 张张亮 你给我说 你要Wrap的价钱 什么价钱 这样子容易一点 所以说 一般 很多粉丝会问我 麻烦 你有听过这个品牌吗 然后 讲到很给力一下 然后 你有 试过吗 这个产品 我没有试过 会直接跟你讲 没有试过 其实我也是很懒惰 我直接问回你 那个 那个价格多少钱 其实 一样的 价格已经代表了 那个Quality 如果是插得很远的话 你自己想一下 你自己想一下 谁算这样 给我一个comment 你 你的Wrapping 你AIM 这个Wrapping 是什么品牌 不用讲 就讲价格 什么价格 然后 或者你们当中 我今天有讲到 汽车房 汽车房那边 我就讲到 护肤品也好 吃下肚子的也好 然后 各方各面 各方各面 我不懂大家 大家有想遇到的 我选喷气 OK 所以一样 喷气 你要选对人做 OK 当然气有分很多种 我不是专业 可是我到气有多种 我就讲Ferrari的气 Ferrari的气 它当然那罐气就很贵 因为我真的喷过Ferrari的气 我懂 然后 而且 气是一种 第二个是手工 OK 第二个是手工 所以说如果你看到 人家棍你一辆车的喷气 比如说 正常你看人家棍你四千到五千 看多大了 OK 四千到五千 甚至有些 以前我打工的时候 开一辆气 喷气 都是过万 最好我不是那部 可是我到那边 喷一辆气 都是过万 OK 因为都是名车 都是过万 然后怎么会差那么远 正常market survey的价钱 四千到五千 现在有人会看一万 当然有人会看你 一千到两千 OK 一千到两千 你会怎么选 OK 你会怎么选 很多人肯定会选 我去问A的时候一万 B的时候五千 C的时候两千 或者一千 你肯定选一千 OK OK Galanty跟你讲 你肯定会选一千 OK 你肯定会选一千 肯定有分 真的是太多种了 其实我不是专业 我就不讲 可是真的是分很多很多种 OK 分很多很多种 嘿呦我可以跟你讲 其他的东西我不懂 我不敢讲 OK 怎么会差那么远 意思是手工 OK 手工那边是差蛮远的 如果你真的是 专业 又有分 喷里面跟喷外面 喷里面呢 会不会把你拆完全部 移植出来 给你喷完里面 OK 当日还没有喷里面 OK 就喷外面了 这样子他会不会 帮你拆完全部 handle啊 那些镜子啊 那些大镜啊 或者是 总之有顶到你东西的地方 全部都会拆 OK 很多人都不会 很多人就不管这个细节 OK 可是最重要的是 它会不会把你的旧气 OK 把它铲掉 OK 去掉 然后才换新的气 OK 如果是没有的话 它也是可以喷 OK 它只是帮你 补泥 OK 一直补泥 一直补泥 补给它一样平 它就喷气了 OK 可是不后你会看到你的气 或者甚至你有可能 你会 accident 不是 accident 就是可能装一下 它就会整块掉出来 OK 整块气掉出来 整块气掉出来就是你 OK 就是那些你 或者是像你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一直 涂粉 涂粉 那粉掉下来 OK 那粉掉下来 这样子意思 一千了去一年就完蛋了 可是有人 大多数人还是会选一千 OK 大多数人还是会选一千 这个 这个是无可否认东西 所以说 有时候 我去介绍东西 如果你跟一个 它只看价钱了 我都懒得讲 因为讲了 它还是觉得你贵 OK 讲到我还是觉得你贵 讲到我还是觉得你贵 还是觉得你贵 中文会这样子 因为它只自重价钱 OK 只自重价钱 OK 我们就讲 刚才今天会讲的 OK 我就讲 它懂 我懂东西 我讲的 黑油 包括牙油 黑油 黑油 有分 mineral OK mineral 是最 最普通的 我们就要讲那些 那些 recycle油 mineral油 然后再来就是 semi 或者是fuly 这个大家有听过 OK 可是在color 是真的没有mineral油 我也不懂 现在找给你 因为我连那个 那个 厂家contact我都没有 OK 我只有semi 跟fuly 当然fuly 有分很多additive 有 Easter Easter 算是比较高级 Easter TAO Nano 很多 很多additive 价格都是不一样 OK 价格都是不一样 可是 我们就讲牙油 我就拿一个牙油 来做例子 就是 拿六杆的来做例子 OK 六杆的牙油 六杆的牙油 你看好啊 这边是写着 Fuly Synthetic 你们有看到的话 帮我 大家看到 Fuly Synthetic OK 我们就讲这个 Fuly Synthetic 我先把那价钱写出来 OK 我先把价钱 因为大家很喜欢看价钱 OK 我们就把价钱写出来 把价钱写出来 把价钱写出来 我们讲 六杆的 ADF OK ADF OK 这是一般 都是四罐四罐 OK 我就这样写了 OK 105x4 是多少钱 考虑没有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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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老板娘 OK 可是 这个是Fuly Synthetic 今天当然不用 OK 可是我会跟你们讲 很多人看价钱 我就先给你们价钱 105x4 OK 是不是420 OK 是不是420 可是今天不用 我是先做四罐四罐 包括CVT也是一样 CVT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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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不用 OK 今天不用 今天你们要的话 这样子打 而且是保有 你们可以 看价钱先 380打加1 是四罐 OK 是四罐 OK 这些380 因为我要你们去 真的去用 OK 真的去用 还195 那是多年代的事情 还195 OK 现在呢 定价在105 OK 定价在105 可是今天 这个价钱 OK 在直播而已 直播下班 OK 要的自己下班 可是我会跟你讲 差别在那里 Fuly Synthetic OK Fuly 问题是在市面上 你看什么原装油 有没有写Fuly Synthetic 如果他连Fuly Synthetic 他都不敢写的话 你知道什么事情 肯定不是Fuly 或者你看到很多黑油 很多黑油像这个 会有写Fuly Synthetic Easter Racing Oil 写买Easter给你 至少他敢写上去 OK 因为很多品牌不敢写 其实如果你的成分变到没有 你真的会被输 OK 所以说敢写上去 至少还是有希望 OK 如果他连写都不敢写 你自己想一下 OK Fuly Synthetic 跟Synthetic Core 跟Synthetic Core 是一样东西 OK Synthetic Core 是一样东西 你们可以comment一下 或者什么Synthetic 总之他不敢写Fuly Synthetic 你把汽车转过去 就所谓的 汽车 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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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 OK 可是你又洗车过 又没有了 或者你用什么很多的Police 用的时候 很容易骑 真的很容易骑 气很容易骑 不是气很容易骑 真的是气真的很容易骑 哇 那个肮脏很容易就起来了 可是你一直Police 一直Police 那个车就 这边一打一边一打 整个气都给你Police起来了 是真的有了 是真的有这种产品 可是这种东西都是不达掉 不达掉的东西 所以说 正常的大品牌 不敢拿出市面来卖 OK 不敢拿 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是真的 在某方面Police上面是真的 很有效果 会容易容易骑 所以说他们就会 就会普遍出来 方便 像我们比较专业的人去施工的时候 就方便一点 而不是给大众去用 OK 这样大家明白吗 OK 北派 是真的北派 毕竟 人家还是丢了很多钱 在赛事 然后 基本上的什么 5月 24小时 全部他都是有在 在赛事 真的是有一辆赛车 当然 油也不会插到那里去 OK 可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品牌 他可能 你有很注重在 在Product 对我来讲 OK 怎么会选 Liu Guts 因为我知道 这个老板 他只 针对 Quality 也只针对Product OK 然后你没有看过 Liu Guts 在市面上打高 从来没有 绝对不可能 OK 绝对不可能 因为他真的是那种 很老派的那种生意人 他只注重他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Quality 所以我就会推荐你们 Liu Guts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OK 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 他用了39年 OK 现在Liu Guts 用了39年时间 只针对 牙香 或者牙香油 或者牙香的Treatment OK 这么 他不去做黑油 然后 他有这样好的Dex Oil 这么不去做黑油 因为他知道 黑油 至少这个可以用4万 OK 4万公里 4万公里 你每4万才换 105块 不会很过分 OK 我们讲420啦 14个liter 除4万公里 OK 就是大概 你走1km 换一次牙油的费用是0.01 一分钱 一分钱 OK 不过分 如果 也照样 他的黑油是105块 一个liter 105块 乘4 也是420 OK 可是你每1万都要换 OK 每1万都要换 这样子 就很贵 OK 4倍的价钱 4分多了 OK 4分多 所以说他就不会 出在 黑油 因为他知道 就像我黑油多厉害 也没有人会去花这个钱 你每1万 每1万这样子花 也不是办法 也不是办法 所以他只针对牙箱 4万 OK 可以做4万 讲到这里有人 不明白了吗 然后 然后 6个 怎么讲 他连 marketing fee 都 省下来 然后他也不打算去marketing 然后怎么 我会这样子讲他吗 一旦我会email他 老板 你可以帮忙marketing一点吗 OK 然后这样子 我这边也轻松一点 然后他 他 他是基本上 他讲 不需要产品会说话 然后 他连 他连 free gift 正常来讲 很多黑油会给free gift 对不对 他连free gift 都省 OK 多要省 所以说我知道他是什么人 他不会花很多钱 在marketing上面 基本上 你不可能会看到什么size 在上面 他基本上 他不舍舍 他觉得 OK 这些free gift 也没有帮助到我的客户 没有帮助到 所以说他看里面 把他quality 在 用在 把他的钱全部用在 研发方面 然后在它的quality上面 所以他会一直出新的product 针对现在的牙箱 每一种牙箱的问题 OK 他会针对 他会针对 毕竟 现在牙箱也在 越来越多种 然后 问题也不一样 然后 现在的 厂家也越来越多 OK 然后他们牙箱的问题 也不一样 包括 今天我做的那个video 就是很多人会问我的问题 OK 也只会问一个问题 很多人就 比如说 牙箱快了 淡数了 不要讲牙箱先 我讲一个比较经典的 他刚买了一辆3301 Hybrid 这是真人真事 OK 他买了一辆3301 Hybrid 买二手 我问他 你买多少钱 8万 OK 那辆车8万 OK 那辆车8万 那辆车8万 可是他开 我不懂他也没有开到 或者是买的时候 过后一两天 或者是甚至没有开到就有问题了 他也是在网上找人家帮忙 可以不可以便宜修这辆车 OK 然后他的车的问题 当然他没有来到我这里 还只问我价钱 EME坏了 OK EME就是inverter 我看过本地大品牌 ATFully 价钱比进口牌子还便宜 本地大品牌 福利 本地的油辣 比进口的品牌的价钱还便宜 会有了 等一下我会讲 Hermazaki我会讲你 你讲那个东西 我会讲那个 3301 Hybrid的 BM的三载 买8万 可是修大厂 他3万多 就是说他要花大概 没有大半两了 40%的价钱 要去修这辆车 就等于他买了这辆车8万 结论 那辆车不能走 OK 那辆车不能走 然后他就想 我花了每个月工期 每个月工期 可是我车又不能开 然后又要修这辆车 又要修这辆车 你看看 你整理他 又要修这辆车 然后要花3万块来修 他肯定会找网上 谁过他最便宜的 他就会去谁那边 认不认同 如果你们是你们的话 你们是不是这样子 买一辆8万 修修3万 如果有人过你3万 有人过你2万 有人过你1万 你是不是去1万那边 OK 我galanding也是去1万那边 然后他就问我意见 老板 有人过我 这样子我要去哪一间 然后你又不是在 他不懂是KR还是哪里 然后你又在槟城 然后你又过我2万多 这样子 1万有没有可能 OK 我跟他讲 因为我的感觉到现在 到现在啦 EMB BM的3301 或者什么G30 740 只能用全行 因为他的电脑板 是绑定跟emobilizer 就是防盗 根本锁不了 没有人办法锁不了 如果锁不了就是你不能拿2 车手 装在这辆车 因为有车身 他把那里 在不能刷的情况下 清空的情况下 你只能用全行 OK 那电脑板一定要用全行 用全行 EMB 30千 这个也是重点 这个也是重点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很多人就很喜欢看价钱买车 我老板 你这辆3301 2017年 或者2016年 我卖8万 我便宜 我随便看一辆Cambly 都要百多千 都要看百多千 然后 就像Cambly的二手 都跟这辆车差不多 或者是分分都还跪过这辆车 而我讲2017年的Cambly 分分 我不懂是不是 我拿一个比喻 可能还跪过那辆BF 一个加 一个加丰田 一个加薄 我肯定先薄 又便宜 对不对 大家一定会这样子想 这个就是 Beginning而已 这个EMB 30千 只是Beginning而已 所以说我跟他讲老板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你不要浪费钱 你那辆车真的拖到那边去 讲E1k settle settle不到 他就跟老板说 哦老板不能咯 你一定要全新咯 全新 也要2万多 ok 到时候 你两头不到岸 车已经去了 拆了 他跟你讲老板你要加钱 然后你又没有这样子折钱 这样搞 ok 这样搞 那辆车 又飞在那边 连看那辆车都看不到 连那辆车都看不到 然后还要飞在那边 或者有些去到 他跟你讲 一般 我估计到现在真的是没有人能做得到 包括全世界都不能做到 因为都不能去清空这样做 便宜不能 只能用全新 全新价钱就在那边 他去那边 或者还另外一个手法 我便宜引你过去 老板你这个东西也坏了 可能不关事 他就跟你讲 这个东西要几千万 这个东西要钱 也是要2万多 到最后也是要2万多 去解决 每一个人 神秘说法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不喜欢 这么一些产品 我不敢乱卖 没有经过我手 真的是 100%经过我手了 我不敢卖 是因为我怕 真的是 有问题 ok 所以我就不敢乱卖 就这样子 然后 怎么是讲 开始了 因为 EMV3万 好不掉 去大厂 然后我这边也要2万多 因为真全新 Compressor 多钱 然后 再来就是 你的那个 Eco Compressor 肯定快的 电池 一粒9千 全新的话 9千 而且6粒 你自己考虑一下 ok 然后 还有什么 Engine 漏水 这些东西 牙箱 会有问题 牙箱已经大厂 一百粒 然后 Dicolor 一万粗 我能帮 所以说 做么这辆车会这样便宜 肯定有它的道理 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以说 我不懂 大家肯定 等到你自己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听不进去了 正常了 ok 正常了 肯定 听不进去了 ok 听不进去了 Loan 80k by impositor get cash 对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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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 loan 80k去买这辆车 你要他输一个 不要讲三万 你叫他输一个一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可是那个Tustler跟我讲 老板我也不想 浪费你时间 我也不想骗你 我也没有前修 你跟我讲一万 我也没有前修 ok 你讲真正 现在你跟我开完两万多 我也没有前修 我就跟他讲我没有前修 ok 怎样搞 真的是 真的是 自己 自己决定自己收 ok 自己决定自己收 你决定要买了 我因为有墙壁 你买了 抽奖了 ok 水哥讲他抽奖 我们就给他抽奖了 可是我还有很多东西也没有讲 抽奖等一下先把帮我下一个 帮我下一个 今天一定要跟他分享 拿回我的粉丝 ok 然后我才 我给你们一个答 问题 我们答到了 谁第一个答到 我就free ok 就free 然后先帮我开分享先 然后我们就讲他妈撒地会 因为毕竟我拿牙油出来 就讲一下牙油 牙香油 如果是 很多人说 Fully Synthetic Fully Synthetic 如果是Fully Synthetic的牙油 如果是Fully Synthetic的牙油 如果是Fully Synthetic的牙油 Harmazaki讲 本地的ATF的Fully Synthetic 比进口的牌子还便宜 我认同 因为 我真的认识这种厂家 ok 我真的认识这种厂家 我真的认识这种厂家 怎么会这样子讲他便宜 问题是我讲的是 是不是真的先 ok 我所谓讲的是 他的油是不是 真的这样 啊 就真的牙油 然后可以用在你的车 然后可以达标 也可以到这个Synthetic 我认识很多 这样子的厂家 或者是 我跟这个厂家 我们讲每次送油过来 就运输了 他 连运输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老板 你没有去拿什么原装油的 市场上面有这样多原装油 我没有看你订过 因为他会送货给我嘛 我没有订过 他知道我从来没有订过 他没有送货给我 ok 然后他讲 看我的Lori整辆车满 都是这个厂家来的 然后我就问他 这个厂家是油是真的吗 ok 是正原装吗 ok 是不是正原装 然后还是 啊 还是 什么A货 还是B货 ok A货还是B货 很多人 不懂这个情况 我会跟你讲 这个是 那个运输公司跟我讲 市场上面99%了 包括 Sepatin 包括 车厂 都会拿这种 A货 的压油 或者是黑油来卖 就是 当着原装来卖 ok 已经是泛滥了 可是很多人 包括我 我自己会分辨哪个是原装油 哪个是 哪个是 A油 或者是 B油 ok 我真的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我只敢卖 我import了 其他的我不敢 其他的我不敢 这是其中一个 中国我不卖原装油的 最大的原因 ok 最大的 卖烂铁 ok 我现在给 给你们先拆 给你们先拆 然后 谁拆中的 一定要把我公开分享 先拿 ok 帮我先去几个group 或者先去public ok 然后 等下 我会把明明的 的话 ok 的问题 我先给你们拆 谁拆中的 我就会送 一罐BioNTech ok 直接送给你 直接直接导进眼镜罢了 ok 这么会这样子 嗯 我先讲那个问题 这么会变成 卖烂铁喔 像水哥讲的 卖烂铁喔 海味道就会卖烂铁喔 ok 我问给大家 你们大家 很多人 想问我这个问题 老板 你觉得 哪一款的电车可以买 ok 哪一款的电车可以买 可是我会 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 解决方法 这样打你们了 老板 你先去问 哪一家保险公司 哪一家保险公司 如果 烧车的话 ok 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吧 EV找我 有没有保 哪一家有保 谁先打到的 我先给你们 先给你们 先给你们 先给你们这个 free gift 可是必须要公开分享 我先看 谁先打到 好 意思是说 你买一辆EV 可是 哪一间保险公司 会保你 如果这辆车着火的话 有 有赔你 ok 就是有claim给你 ok 我不是问你车型 我问你是哪一个 哪一个保险公司 ok 保险公司 不是车 不是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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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保险公司 我看谁先打到 ok 我看谁先打到 来 还没有 还没有答案 ok 哪一个保险公司 会claim 你的车烧了过后 会claim给你的 ok 我估计你们应该很早的 会 会打得到 ok 什么FWD Ithika 因为很多brand ok 什么kunia 不用擦车车最好 可是 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不用擦车车最好 可是他又很想买电车 因为真的很高科技 然后 我 晚上一直会post ok 你可以说的话 能不能想回去我之前讲东西 只要一直会出现你在你眼前的 ok 就是想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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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六个步做marketing 这个是他其中的原因 如果一直在出现在你眼球 在你手机 哇 这产品很好咧 很好咧 一直会有人promos 很多网红会帮你promos 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好的先 ok 是不是真的好的先 这个人要问自己 ok Bersaya Bersaya 我估计你们有人会答得到 ok 我估计你们应该有人会答得到 我再给你们 十分钟啦 我估计你们宣布的brand都会 会喜欢出来的道具 什么sample ok Bersaya OK Itika 可是 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先 你们想买这辆车 买电车来玩一下也好 你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万一我的车真是 在 最坏的情况下 买了这辆车可能是manufacturer problem也好 还是 还是 撞到也好 ok 或者是 不小心有人装你 或者是你去过bomb的时候 敲到bomb ok 怎么我讲敲到bomb就很重要 因为现在EV的电池 都是在整个chasis 你 你地上不平或者是有个盾 特别尖的 你真的是下面这样子过 撞到 撞一个上去 是真的会着火 ok 是真的会着火 是真的会着火 ok 是真的会着火 我看你们全部基本上都写完 所有的brand都写完 ok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最终的答案 ok 还没有看到最终的答案 是真的是着火 可是你着火的时候 你才去问 喂我的保险到底没有grain ok 你才会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今天就给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去找答案一下 ok 去找答案一下 还有什么吗 还有什么brand你有写吗 还有什么brand你有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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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都写完了吗 我自己也不懂有这样多brand ok 我自己也不懂有这样多brand ok 我自己也不懂有这样多brand 是有女神有这个brand的吗 有这个保险公司的吗 ok 所以看你今天讲的礼物 猜一下 ok 有没有的claim 从aig 写到完了 ok 老板 有卖人兽我知道了 有卖一车的那个 车的保险的咧 人兽我知道 其他我不懂 ok 其他我不懂 great eastern我也不懂 我卖车的 ok 我只是 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你们会 每次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 就问这两车能不能用啊 能不能买啊 ok 可是大家都知道 会有这个风险在 就是会着火 包括我也一样 我修这种车的时候 EVL还不也好 当然我也知道有这种可能性 ok 如果是真的是 这样 刚巧 来到我店 ok 找我 ok 这样车真的找了 然后会影响到可能我个地的 车或客户车 我要怎么办 ok 我真的要怎么办 我都问过这个问题 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赛斯店自己保险啊 ok 自己保险也是 也是对啦 可是 等一下我还没看了一个 终极答案 我再讲一下 然后 如果着火的话 如果你的车 ok 你的车 又不是 EV 你刚好停在他旁边 然后这辆EV少 你的车在客币 这样子有的crim ok 这样子有的crim 火灾 火灾是不是要买 要 你的车是算火灾 是不是要买 火星 ok 这个问题 再问一下大家 再问一下大家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 我的 真正的答案 ok 真的是没有人留言到真正的答案 这个问题有点难 ok 可是很多人很喜欢我这个问题 电车可以买吗 电车可以买吗 EV可以买吗 ok 因为我们修EV的时候 一般我会看到 Battery 总 Hydic battery 总 总多严重的情况 都有看过 或者是 因为它总 就是它要Explode 这种情况 可能现在还没Explode 可是我看到它总了 所以我知道这种问题 一定存在了 迟早有一天真的会早 ok 或者是 就是我们修Inverter 就是所谓的EME 刚才那个三半的EME 去大厂 那EME 包括我自己修 修着的时候 就我只是Connect 回去那个大电路 我都会听到一个 啵 这样子的声音 就是炸掉 ok 炸掉 然后我一拆出来 真的看到EME烧焦 ok 只要它会烧焦 就是有 存在那个风险 自然的风险 就是爆炸的风险 ok 是真的会有 我不夸张 我自己都看过 卡的保险 卡的没有这样夸张 没有这样厉害 有本事做保险 二手车自己保险 二手车自己保险 ok 包括 然后还有一个 最近很多人很喜欢 买二手车 就会去买 Warranty Warranty Warranty的保险公司 就是一间保险公司 就是一间保险公司 Warranty你这样车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它会 帮你做Claim 就是 雅箱坏 不是事故 不是Exedion 问题 这个问题又很好 这样 市场上有这样多brand 我最少 算起来有10家 最少 最少有10家 这样子哪一家是好的 ok 哪一家是好的 我真的打不到你 然后 现在的每一家 我可以跟你讲 他只会给你 Uspart 或者是recompart的价钱 ok 然后很多东西 是not covered 你不要想以为 你买了一个Warranty 或者你去买车 所以随便跟你讲 老板 你这车Warranty 帮你2年1年5年 甚至5年8年 ok 我不懂啦 就是Usparty 他会讲 你这辆车有Warranty 我会买一个Warranty 公司 然后保你这辆车 你不要以为 你这个 当着他买你1年 他讲1年就好 Warranty 1年 因为大多数都会送你1年 ok 送你1年 讲是送啦 好听一点 可是 你们不懂他真的送的价钱是多少钱 ok 他送你1年Warranty 来了啊 你送你1年Warranty 哇 你问你是不是去Google search Malaysia所有的保险公司 然后 留言上来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 这个Warranty公司 就会 Warranty你 Engine 不是所有你这辆车 Engine Engine也不是所有Engine 如果你的Engine是吃黑油的情况下 是没有的 ok 或者你的Engine是在overheat的情况下 是没有的Warranty ok 这是水滚 导致你Engine有问题 是没有的Grain ok 再来我们讲牙箱 这是比较多人会 会时常去Grain 然后我时常遇到 我时常慢慢杀你Grain 牙箱 讲你啊 如果你的链条段 这个叫Warranty ok 如果你的 啊 怎么讲 如果是你的Glass完了 就像你的P1 这个也叫Warranty ok 这个也叫Warranty 这个也叫Warranty 这也是没有的Grain 如果 还有什么东西啊 啊 Ball body 它都是有的Grain ok 可是它只会给你二手 或者是 只会给你Record ok 因为新的 基本上 现在新款车 我们讲Continental 都是叫Megatronic 有买电板的 都是Q1 ok 所以说 你自己如果要拿全新的话 你还是要补钱 Google 讲这三千有保 Google 讲啦 Google 讲啦 Itica Alliance Bank OK 这三千有讲啦 ok ok 来 然后 问题是这样多Warranty公司 到底是哪一家 是最好的 然后会保障你的车 有问题了 过后 会保障你的车 ok 我可以跟你讲 我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家好 ok 我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家好 因为它只会给你Set Game 或者是U Spark 然后有很多东西是 每一家都的Politik也不一样 有些讲你没有Service 就没有的Warranty 然后或者是 外在的因素导致的也没有的Claim ok 问题是 这么现在很很黑这个 就是你市面上 都会看到 你买车一定要 要送Warranty 你买车 买二手车 一定要买Warranty 就只会跑在你的那个 你的Advertisement里面 你的电话里面 只要有一直会看到的 都不是什么好事 ok 我可以这样子跟你讲 都不是什么好事 就是要一直推销 一直推销 问题是 大家 比如说我讲牙箱问题 我们就讲牙箱 Honda的CBT链条一段 就是时常种牙箱问题 基本上 每一两都会种 讲基本上 或者是X70 CPU的牙箱 每一两都坏 或者是Proton CPT的牙箱 每一两都坏 还有一辆Ranger Ranger就差不多 每一辆 每一辆的牙箱 都有顿错感 我讲这四款车 我担保 卖Use Car的人 肯定会买Warranty 因为他不想自己来 就把责任推给Warranty公司 可是正常的Warranty公司 他们 会跟一个公司买保险 正常啦 正规啦 正规啦 正规会这样做的 正规会这样做的 问题是你问过他吗 这个Warranty年的保费多少钱 几百块 甚至有些是千多块 比较大一点 收费也会比较贵一点 千多块一年Warranty 甚至有些是几百块 你想看啦 之前Warranty跟你收几百块 他还要给Commission 给Use Car dealer OK 我当着他收五百块 他还要给你 Use Car dealer 赚钱嘛 要帮我Promer 肯定要给你一个 甜头给你Commission OK 我就算他剩四百块 算四百块 可是他又要跟你 买 他又不想自己 带完这个Risk 他又会去 跟一间Insulment公司 OK 什么什么 你们全部写出来啦 会跟一个Insulment公司 买Insulment 当着他分了 一半 200 这样子 他自己的风险在200 OK 他自己的风险在200 200块 要赔你一万块 你觉得这个生意能做吧 这个生意能做吧 OK 这个生意能做吧 你们自己想一下 这个生意能做吧 200块 要赔一万 OK 可是现在很多人 不会写一万了 Maximum Grain 5千 Maximum Grain 我当他 200赔五千 OK 200赔五千 你觉得 有这样子 这样多傻人去做 可以分成你吗 OK 这不可能 OK 是不可能 可是中午还是会有这样多人在做 OK 你们自己想一下这个问题 OK 然后那个 这个Free Game 我知道你们答不出我了 OK 你们答不出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我就 我就送给金银卫 其实是金银卫打的最多 OK 所以西日所有 所有保险公司 只要你EV车烧 它自然 它会Claim给你 OK 恭喜 恭喜 金银卫得到这个Free Gave Biotech 它本来拿 因为它打得最多 OK 是所有 基本上所有的保险公司 都会 都会Claim你 如果你的车 灶火了 它都会Claim你 OK 可是它有条件 它有条件 所以说 有Term and Condition 在自然的情况 要自己 着火的情况下 它一定要拿到 所 那个Brand的 那公司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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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Agreement 怎么讲 就是要 那些公司 就是 比方说 这车品牌的公司 要写 要写一封 这辆车自然是 Manufacture Problem OK 是我的Claim 自然的 正常的情况下 都有Claim 所有 是所有的情况下 都有Claim 我整天这样子跟你们讲 OK 可是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风险 怎么大家还会细想去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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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懂 我也搞不懂 可能 这是网路 网路说的 网路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买的时候 也不贵 可以吗 可以买那辆车 跟现在的消费逻辑是一样的 买一辆车 100多千不贵 或者是几十千 买来当着玩具 也玩一下又很高配 又很technology 这样子 就买来玩 OK 过了 warranty 过了八年 或者是过了六年 那辆车 就算是 大家也知道 没有 used car value 或者是没有 second value 大家也远比 反正 当着这八万块 就这样子 崩掉了 可是 这种大前提 你是能花得起这个钱 然后 你觉得 这辆车 到最后是 没有价钱的话 你都ok了 一般是有钱的才能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是想 在哪一辆车 去Trip in 再买一辆新的车 很难 OK 基本上很难 你那辆车卖入去都很难 要买和弦才可以 我问过了 不用买和弦 EV是不用买和弦的 ok 不用买和弦的 可是我就没有问到他 如果你的是 你 别人的EV车找 可是你的车在旁边 也跟着找 这样子 应该是跟对方 ok 我没有问到这个问题 然后你这辆车 是不是要买和弦才有等 ok 我没有问好这个问题 等一下我等我问一下 再作乱他一下 应该是跟对方 因为不是你车自己烧的 是个币烧的 烧到你 像人家装你 这样子 跟对方 应该是这样子 ok 然后 廢铁公司赔最多 以烧完重新来量 ok 我看到网上讲的 那种车 反正现在 也卖不住 也不值钱 是不是也可以 拿这个方法 ok 还有一个好处 烧给主线 把这辆车烧给主线 把这辆车烧给主线 所以我讲话 刚才那辆3301 买8万 loan8万 买那种车 一言一坏要花3万 ok 有可能修 然后 然后 刚才大汉外讲 不可能修 ok 不可能修 我也认同 不可能修 然后很多车主也 不可能去花这个钱来修 ok 不可能去花这个钱来修 ok 不可能去花这个钱来修 所以说到最后 那种车就没有价钱 所以说 这么use car 没有价钱 就是这个原因 ok 所以说 很多东西都是 羊毛素在我们身上 羊毛素在我们身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 然后好处是 你这辆车可以稍微出现 然后又可以clean ok 又可以clean 然后我不要讲它这样白 等下等下等下 全部讲是color教的 讲到这边 很多人会不会心动想去买 ok 买EV ok 然后我就讲的太远了 就是讲 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 人很注重价钱 然后 就去冲动消费或者 就是讲了 ok 很多都没有去想 后面的情况 就是当着那 DM3301 我来讲 买8万 开不到下址 车坏了 要反论 ok 修又要修3万 ok 怎么搞 ok 很多人是觉得我买车回来 应该没有这样衰 不可能阻我 大处打 不可能阻我 有问题了 ok 有这样衰 不可能阻我烧车 ok 很多人就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可是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么会卖到便宜 你要先去明白 这么会卖到这样便宜 ok 这么会卖到这样便宜 这个才是大家要去想的问题 二手车牌不出 堆在一起 中间 你懂的 喂 这个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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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 不要讲太多了 等下 等下 我这边是 教会你们太多东西 教会你们太多东西 然后 呃 太便宜 问题出在那里 这个也是 也是大家去 去想的东西 然后 如果真的那东西 真的讲到这样好 有没有可能 然后又一直 marketing 这么要一直推销为你 ok 这么要一直推销为你 这个是我能讲的东西 因为我又不可以讲 人家的品牌出来 或者是 讲 现在很多人在直播 卖的东西 什么brand 什么 那个气脱了 涂涂一下 然后就 就会 恢复 恢复那个气的 原状 然后你 可是你一去洗了 车过后 又又变回一模一样了 那个光油已经不见了 那光油已经不见了 就没有办法 哎 我不懂大家 到这边 有人不明白了 ok 我们讲回牙油 讲回牙油先就好 讲回牙油 今天已经能卖牙油吗 这么Fully Synthetic 这样重要 这么 六甲的LXC 这样贵 ok 我们先讲贵 我们不要讲便宜先 便宜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现在的 基本上的 运输公司 他们都自己都会讲 他的货 99%都是 不是正原装 全部都是 G包盖 G包盖 或者是所谓的 A货 B货 C货 你不要去拿 重价钱 这种质量的油 去跟Lipgar 交易 这是Fully Import 然后又是美国 再来 它的Fully Synthetic 有没有 因为原装油 基本上也不会写Fully Synthetic 原装油 原装油是不会写的 可是很多人 就会只会看原装油 ok 问题是原装油 有没有Fully 连原装 就大厂都打不出 ok 因为都不是它 服用油了 是别的公司 提炼这个油 然后它就跟 它就卖给 Fully Synthetic OK 这个有达到你的 minimum要求 minimum要求 有达到 这样子 我给你一个价钱 然后我们筛交易 筛一个五年十年 我给你一个特别价钱 ok 你想要跟我做生意人 是不是找最便宜那个 然后我就 我就签你 我就签交易 对不对 大家做生意或者是 任何方面 你买东西都是找最便宜的 当然长街也是一样 ok 然后不要去比那个 那个 几包开 我们不要讲几包开 我们就讲 Lipguard的Fully Synthetic 有没有 原装有没有Fully Synthetic 这是第一个问题 ok 第二个 LXC独家技术 它有没有这个技术 可以 可以避免你的 Rubber 因果 因为牙箱是靠 Pressor 去build out 那个Pressor 就o-link Rubber 如果硬化了 它就不够压力 就推不上 或者是不能惊讶 或者是蹲挫感 有没有保护你的Rubber 不要给它硬化 有没有这个technology 这是重点 ok 越大罐越假 这些不到1L的 没人 要假 ok 不是不到1L 只要是美国的brand 它都是quads 它不会有1L的 就是946ml 它是用quads 如果你看到一个美国品牌 是1L的话 还要讲它是Fully Import的话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ok 自己想 自己想 美国都是用quads ok 美国都是用quads 所以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brand 讲它是Fully Import美国 或者是Formulate 什么USA technology ok 可是它是1L的 ok 你到事情出在哪里了 ok 你就自己想一下 ok 然后再来 这个独家技术 so far到现在为止 只有它敢announce ok so far啦 它敢announce 39年又没有人去输它 就证明是真的有效 ok 我只能这样子 这样子的观点给你们讲 ok 是真的有效 再来 它这个可以走4万 ok 它第3个优点 它可以走4万 它可以走4万 正常的鸭油 只能走2万 ok 包括iSing 这样大品牌 出给多大 ok 明明我会答你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全部已经讲在6个这里了 ok 这么我会选6个 ok 第1个 Fully Synthetic ok 它的还有第2个 LSE的technology 第3 它可以走4万 而且是官方讲可以走4万 第4个 ok 最重点的东西 有没有datasheet ok 有没有datasheet 这个datasheet看到吗 这个datasheet 这些是它可以用在什么车 ok 或者你们去官方LSE的 website 去看 有没有 ok 有没有这些 所谓的 就比较说 Pretinium ok 这些是 Pretinium 里 OK 它Pretinium 他们也去做这个lap test 这个sharder 会不会抖到一牙箱都会抖 ok 会不会帮助到你 会不会sleep 会不会sharder 就是这款 抖到哪 已经是红到红一片天了 ok 这个Pretinium ok 你们去做lap test ok 你们去做lap test 所以说 这个四大重点 就是我会去选lap guard 然后反而不去选其他brand来讲 或者是我不去总代这个brand来讲 问题在这里 ok 问回你自己 ok 明明 问回你自己 有没有福利 ok 然后第二 有没有lse 最重要牙心 最重要的东西 有没有lse ok 第三 可以不可以走四万 官方敢不敢走四万 第四 再来啊 第四 有没有datasheet ok lap guard的website 会写完每一个产品 包括如果你跟我买的话 你想知道有没有datasheet 我都会send这个catalog给你 用WhatsAppcatalog send给你 你自己去看 ok 因为我方便 每一个product我会send给你 ok 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去看 或者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先去lap guard google 打lap guard ok 然后lap guard的product 你自己选你要的product 或者你想买的product 或者自己去看 ok 其实它那边还有很多blog 就是全世界人讲用了过后的感想 他都会写在那里 这是我觉得我 我这么会去选lap guard的原因 ok 这么去总贷这个原因 你们可以去看 ok 不要只是听我讲 不要听我讲 你去听全世界讲 ok 去听全世界讲 然后你自己做判断 ok 因为很多人天天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能啊 这个能啊 然后 所以说我一般 我打到我lap 我直接跟你讲 你自己去 去 设备 然后自己去 找那个 答案出来 ok 天天听我讲 没有用了 ok 天天听谁个讲也没有用了 对不对 陆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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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柏家是 中国那边翻译的 ok 中国那边翻译出来 就是lap guard它叫陆柏家 当然 中国那边也是跟美国拿的 然后有中国那边总贷 台湾的总贷 都有 ok 新加坡的总贷 或者是每个国家总贷都有 ok 可是我可以跟你们讲 这个105块 这个价钱 在lap guard 其实是不贵 ok 其实是不贵 这么我讲不贵 我们在讲马来西亚的人 很多人很喜欢compare 你去compare 全世界的lap guard的总贷 就是每个国家总贷 你去看他们卖的价钱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价钱 我是最便宜的 ok 我是最便宜的 ok 而且我是真的是正规container 走给tax 来的 ok 不要讲那些水货啦 ok 我是可以玩tax 这个105块 我是最便宜的 ok 我是最便宜的 我只可以这样子讲 ok 我只可以这样子讲 然后 呃 因为我有 当然有些同行 或者是 其他 因为我们亚箱很多货 我都是跟美国拿过 就是类似的 就是里面 Olink Oilseal Graspy 然后 还有什么 Piston 就是修牙箱 一定要用到的 repack it ok 我都是跟美国拿 一开始早期 我接触 Lewcut 是因为 因为这些 我们叫repack it 或者Oilseal 因为我都是跟美国 来往 所以说我们就是那边拿货 所以说我就 就接触到Lewcut 因为 一开始我接触Lewcut 的时候呢 我是用它的GRIS 因为我们装牙箱 所以说 Oilseal 我要用它的GRIS 方便我装 那个 装牙箱 然后它不会 伤到那个Oilseal 或者不会伤到那个Piston OK 不会伤到那个Piston OK 我讲到这里 你们 你们可以按我的 按Lewcut 可以按Lewcut 来讲 这四大因素 怎么我会去选它 然后怎么我会推荐给各位 就是最重要的是 讲到尾 有没有Data Suite 有没有认证 OK 然后 这个认证 我觉得很重要 包括你的脸 如果是没有认证的话 基本上有很多技术的话 哪不 根本没有认证给你的 OK 你也不敢拿去Test OK 你也不敢拿去Test 然后 这是所谓的脸的产品 你看做么 你有品牌的 卖很便宜 大品牌做会卖这样贵 因为它需要很多 那个 每个国家的认证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虽然用在车上 很多人不在意 因为 反正车坏了就坏了 OK 又不会死了 对不对 反正车坏了就丢一片 或者卖臭贴 拿去烧掉 OK 都更紧 可是 用在碾 吃进肚子 很多人都不理 OK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都我不能接受 至少这个品牌 随便在上网 都可以找到评论 用 那些Google AI 有没有的就算了吧 OK 也可以这样子啦 如果你看到全世界都会在 评论 好还是不好也好 至少有人评论 至少有人评论 然后你可以去看 可是说话我看到 LoopGuard的产品是真的是有效的 不然的话 他不会在这个39年 他还会站在那里 如果他真的是没有效的话 早就不见掉了 OK 这样子跟你讲 早就不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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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去讲价钱前啦 价钱是真的有办法啦 因为还有Tax 这些东西一大堆 是不是 真的是不可能便宜到 如果你讲你 105块的LoopGuard 能买到30块 OK 也不可能嘛 我讲出来 你都觉得不可能 是不是在骗我了 对不对 可是 我看到现在最近很多人的消费 他只看价钱 然后他也不理 那个东西是不是有效果了 他就买 或者 没有效果还好 没有效果至少 你不会怎样 OK 你也不会怎样 就包括那个Police 如果你是真的是没有效果 Police不许 就算了咯 反正便宜 几十块丢掉了 就算了 如果那个Police 是Over效果 有副作用的话 导致你的气都起来了 OK 或者副服品 有技术的话 如果你用它去的时候 是有效果的 你 哇 很美很漂亮了 可是你一停用了 这个技术是等于毒品 它就会 你的脸就会烂回去 或者是会比你还没用之前 更加严重 OK 因为这个是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只是我给一个大概 现在人真的是消费都是不理了 OK 只是看价钱 Emsoy Emsoy也是美国的 OK Emsoy 我就没有Emsoy的读到 Emsoy Emsoy Emsoy是 Emsoy the 1st 他真的是 他说是 deployment 全世界里面 他是第一个 Emsoy 有肓器 Ems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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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AMSOI和LUGARD用CHATGPT去查的话都是神级别 如果大家都是功能真的不会查哪里去了 今天要的话自己380打加一 自己380打加一 我看一下 车房地上看到两三地黑油消息灯救 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讲过了 上一个直播如果你要再详细一点你去听回去上一个直播 一开始的直播上个星期的直播 一开始的 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用Sill Fix 用Sill Fix 我会介绍你用Webren Restore 就是你不用放出来 因为Sill Fix倒进去了过后半个小时 你要换新的黑油 或者是你牙油的话又换新的牙油 如果黑油你就要叫我帮我带防止爆锈硬化 要AX是防止硬化 明白 如果你是牙箱的话 你就要加这个配件 要加配件 你是LXE 要防止硬化回去 因为是没有一个产品 一加进去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尤其是在车房 像我这样子讲 因为车房 很多人就是Oisill漏油 Oisill 就是一个圆圆的东西 Oisill是Rubble 对 Sill Fix是针对Rubble 其他东西都不能 听到东西 我俱话先 其他的 Macteria都不能 正我这样子讲 因为Oisill 如果你Oisill 如果是已经是破一个洞了 或者是已经硬了很硬了 然后它已经破了 已经磨掉了 磨掉了 因为它一直在转 你想看3000转 再一年赚 3000转 正常开3000RBM 就是赚3000次 如果你是开1万的 再赚1万次 Oisill 如果已经是硬化到它漏油了 你采用Sill Fix 我不担保你人好 我只能这样子讲 所以我建议你 最直接的方法 如果是Oisill漏油 换Oisill 换Oisill Oisill不贵 几十块 百多块 不贵 或者你可以看我 我昨天的视频 我是特地讲 那个Mini Cooper 因为Mini Cooper 的Sat Engine 换Oisill就工钱很贵 很多人是因为工钱 然后就会去找 民间那边找 用了去就不会漏油 我会止漏油 有些人讲得很夸张 用了去就不会漏油了 我不敢讲这句话 因为我知道 很多漏油 不只是Oisill OK 很多漏油 是因为它的漏油 因为现在的油 全部都是打漏油 或者是有些 是走Gasket 是走铁的 你铁的东西 你这样用Sailfix不能 它不是Rubble 漏油也不能 OK 基本上的timing power 都是用RAM 用那个 用漏油 来防止漏油 然后或者 有很多的那些Solenoid 或者是很多的那些Sensor 它是铁的 或者是铁的 它已经是从里面那边 穿洞了 露出来 也没有办法 或者是 是走O-link的 OK 可是它的O-link 已经硬到像树枝 这样子了 OK 你才用Sailfix 有点太迟 OK 有点太迟 不能100% OK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 直接找问题在那里 直接换掉 反正 那个step part 几十块 一百块也不贵 OK 也不贵 我只能这样子讲啦 听到这里 你明白我在讲和我吗 你明白我在讲和我吗 Andy Wong OK 因为 如果是牙箱的话 你必须要罢修整理牙箱 是真的有点贵 然后 你没有其他办法 你还是要花这笔钱 这样子 你就可以try一下 而且 Sailfix 我可以跟你讲 不是所有 不是所有的牙箱的问题 都可以解决 而且用之前 基本上我会问你 你用在什么车 什么问题 因为我到底是什么牙箱 所以我要到底什么问题 如果你是冷车 情况下不能走 然后热了过后能走 听得懂啊 这个冷车不能走 或者不能换牙 热了过后能走 我建议你用 可以解决 我可以讲可以 解决 如果你的车是热了过后 听好 热了过后 不能换牙 或者是不能走 你用这个 没有用 ok 我可以这样子跟你讲 是因为它里面的 车皮已经烧掉了 如果车皮烧掉了 车皮烧掉了 车皮 皮了了 不是垃圾了 没有用了 皮完了 像你背皮完了 你只能换背皮 只能换背皮 所以说给一下车厂 赚一下人工费 下一下牙箱 或者是 拆一下timing 或者是 拆一下Quangsa OCO 换掉它就好了 或者是 油底漏油就做了 油底 如果是 包卡温车就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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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反正也不会 那个 spepper是不贵的 spepper是不贵的 只是人工方面 我会拿mini来做安利 是因为 mini 这些东西 因为要你容易 所谓最容易的就是 保时间 破屑 破屑 基本上 我之前打工的时候 半个小时 就可以下来 那些安静就可以下来 因为它设计到很简单 就拆 spepper东西 拆电油盒 拆 air管盒 拆一下 如果有时候 就拆 煮 然后引擎的spepper 这样子转一下 分开 引擎就可以直接下来 安静拆掉就可以下来 所以说 那设计就是要你 下引擎 它特别设计容易下引擎去 解决 或者是去维修的 OK 所以说 这个东西 给人赚下人工费 OK 那维修罢了 D23D黑油 如果你是D23D黑油 你觉得很小事情的话 你就向人看 是整片油 基本上都是整片油 如果你看到一直D的话 如果你看到你的车一直D 一直D油 你不要去修Fix 你去找车商先 OK 这肯定是严重的 OK 然后 我的直播到这边 如果大家 看 过后看我直播 看我重播的 你要下班的话 你就直接打380打加1 OK 然后 今天我直播到这边 你们有什么问题 你们都可以WhatsApp我 WhatsApp我是最容易的 简单一点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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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